没有三级 尤其是到了户外 可以去哪里上呢 那边7000那边有厕所 那边就会在那边上厕所 这一商店通常是个好选择 或看有没有公客 但如果是高级的五星级饭店 你还敢去借吗 这边的话没有上7000那种厕所 是会去城市看看的 确实有温有机会 但一名观光客到花莲湾 想去这家五星级饭店借厕所 他俯吃房客 工作人员不借 气得跑到Google评论 留下一心负评 协下全台唯一不给借厕所的饭店 连大厅也不能做好气 说自己是潜在客户 这样的感觉实在好差 最后还拍了这张导贞的照片 那我们是为了维护饭店的住客品质 所以是没有接待外面的贵宾 进入饭店这边 不管是用餐或是上洗手间 引发讨论的就是这家位 在花莲泰鲁阁的饭店 周边有便利商店 有餐厅跟游戏区的管理站 甚至一旁还有派出所 想接厕所应该没有那么难 因为那门太多了 他们都客满 他们都客满 那很正常啊 所以都觉得都可以接受 没有 因为那个人家是五星级有花钱 然后我们没有花钱怎么好意思 如果有县市政府或是乡镇公所 有一些友善店家的计划 那有加入的饭店的话 这个部分就会主动提供厕所给客人外界 其实大部分饭店为了维护房客的入住品质 基本上都补外接厕所 除非有紧急状况 不过各县市政府也都在推友善计划 这代表不仅接厕所 问路装水或是充电也行 毕竟使用者浮沛的观念下 就这样气呼呼的给负贫 对于店家确实也有点不太公平 TVBS新闻高知红蓝厅花钱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